南投一名移工进公司拿狼头的时候 一个转身就不小心把玻璃门给敲破了 老板认为其实这不影响使用 也体恤的移工可能是无力负担这些维修费 加上朋友告诉他 利润跟裂痕的台语是有谐音的 是个好兆头的象征 最后这名老板决定不追究 好厉害 瞬间就厉害 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名男子有说有笑 像是在讨论什么事一样 接着转身一个不留神 碰一声 玻璃门就像蜘蛛网状不断的蔓延开 破裂一片 只见他神情紧张还韧在原地 发出的剧烈声响更是吓坏现场所有人 我只是来借个东西怎么就敲破了 这么不小心 那你有听到什么声响吗 一直爆裂的声音啊 爆裂很久啊 这起事件发生在上周五 南投一名移工回公司拿工具要去工地 结果不小心敲破价值两万块的玻璃门 事后老板回公司查看 发现双层焦合的强化玻璃只破了其中一层 安全上并没有疑虑还能继续使用 加上朋友说裂痕和利润的台语 列寸很像 这代表有赚钱的谐音 因为朋友讲啊 就是说利润有多多 有利润 对店家也是一个讨一个吉利 上星的老板也体恤移工 没有多余的钱可以负担维修费 决定不追究 会特别加上一层PVC胶膜保护后 维持原状继续使用 也让人体会到台湾满满的人情味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导